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至二十节 你们说 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但并非每件事都对你们有好处 准管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我却不可成为任何东西的奴隶 你们说 食物是为土福而做 土福也为食物而做 这话不错 虽然有一天上帝要把这两样都废掉 但你们不能说 我们的身体是为淫幸而做的 我们的身体被造是为了主 主也顾念我们的身体 并且上帝会用他的大能 使我们从死人中复活 就像他使我们的主 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身体实际上就是基督的肢体吗? 这样 人可以用自己的身体 也就是基督的肢体 去和妓女结合吗? 当然不幸 难道你们不知道 凡是跟妓女结合的 就是跟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经常说 二人成为一体 然而 那跟主结合的 就是在灵女与主合一 你们要逃避淫乱的罪 没有其他的罪 会像淫乱那样 对身体有如此明显的影响 因为行淫 是冒犯自己的身体 难道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身体 就是圣灵的电吗? 圣灵是上帝刺给你们的 就住在你们里面 你们不属于自己 因为上帝用重价 把你们买回来 所以你们要用自己的身体 去荣耀上帝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宝贝身体 我们很少有机会 谈及自己的身体 讲到的时候 却多数是伤感的故事 有一个妇人以为人妻 但是常常觉得自己不洁 骚髒 因为他年少的时候 和其他人做了有关性方面的 越轨行为 中学时代 他和同性同窗 在对性的好奇下 压玩过彼此的身体 现在成为了不可告人的伤痛 曾经守候一个有苦之夫 令他觉得自己在用肉体 换取一个永不可以实现的盼望 寂寞内向的他 陷在智慧的罪够中 更加孤单无助 保罗说得对 任恨和其他罪的不同之处 在于性罪连于身体 而我们的身体是多么贵重 是圣灵的居所 又是基督用重价买回来的 可惜 现代人轻看自己的身体 以为可以随便将他 丢入蜥肉的游乐场 任由他成为别人取落的工具 你知道吗 信了主 我们的身体就连于圣灵 是圣灵的电 不再属于自己 我们怎样能够任意租撻呢 当别人要求我们献出身体 无论换取的是一份承诺 一段感情 或者是观能上的满足 亲密感觉 甚至是金钱 利益 我们都要说 不好 因为我们的身体 贵重到一个地步 是基督要用重价买回来的 他属回的 我们绝对不能够轻易出卖 基督看我们多么贵重呢 让我们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